柚子皮的做法 首先准备好柚子皮 大蒜、酱油、水淀粉、白糖、鸡精、芝麻油 用水果刀把柚子皮表面的黄色皮削掉 只留下白色部分 锅中加水 水开后放入柚子皮煮2-3分钟 将煮好的柚子皮捞出放凉 然后拧干水分切成小块 起锅热油 放入大蒜爆香 加入切好的柚子皮一起翻炒 再加入适量酱油和白糖调味 出锅前再放一点鸡精、芝麻油、水淀粉即可 总结 1.用水果刀把柚子皮表面的黄色皮削掉 2.锅中加水 水开后放入柚子皮煮2-3分钟 3.将煮好的柚子皮捞出放凉 然后拧干水分切成小块 4.解锅热油 放入大蒜爆香 加入切好的柚子皮一起翻炒 再加入适量酱油和白糖调味 出锅前再放一点鸡精、芝麻油、水淀粉即可 适量酱油 coloc